关于天气的消息 要提醒您 从星期六开始 全台有三天可能会下大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今年的梅雨季 可能会提早结束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 因为若反声音现象的关系 台风季也可能会提早来报道 这个时间点 大约就落在六月下旬的后半 是环境有利台风生成的时期 与一般七月下旬的台风活跃时间 整整提早了将近一个月 但是并不代表说 这个青台的台风数量会变多 但是气象专家估计 这个今年的台风数量 整体来说是比较多的 而且墙台也不少 台湾露脸天气微热 但是礼拜六又要变天 风明来临雨会连下三天 气象专家说 这波可能是今年梅雨的尾声 梅雨季提早结束 台风季也会提早来临 一般来说都是七月下旬才开始 但是今年可能会提早到六月下旬 足足早了一个月 那整个弱的声音现象也让这个台风 深层的环境它有稍微有利于 整个台风的一个深层的趋势上面看起来 有机会提早将近一个月 台风火跃期提早了 就是因为台风的温床 温暖的海水从美洲附近 都移到中太平洋这边 离台湾更近 台风也会提早来 气象专家更说 今年台风数量可能变多 墙台的数量也不少 弱的声音现象 确实让整个台风 它的一个深层的位置 会比较离台湾比较远 所以台风的这个强度 也有可能会相对是比较强 虽然台风变多 不代表台风侵台的几率也高 只是为了防患未燃 民众也得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蒋先生 陈青顺 台北这么道